小影師 小影師上菜囉 今天我又在家裡決定要來做料理 給大家吃 其實是我自己吃 想要做的是懶人料理 而且是西餐 通常西餐是蠻不適合懶人的 但是我今天想要實驗看看 用氣炸鍋來做 懶人版的 西班牙燉飯 今天不是業配 因為我是在臉書那邊接到了 氣炸鍋的業配 但是因為要拍照 我自己要實際的使用跟做 所以今天想說就順便來拍個影片 然後介紹一下懶人版的西班牙燉飯 重點是我剛剛在 準備這些食材之前 自己陷入了一個 小糾結 這個糾結困擾我一個上午的時間 怎麼說呢 我的糾結就是 我要穿什麼衣服 我剛剛想了很久 覺得好像穿這個 但這個氣炸鍋我覺得搭配 但是我剛剛又有另外一個想法 是這件花 就覺得做西餐 是不是要穿一個比較洋氣的洋裝 你們覺得怎麼樣 反正我很糾結啦 我就是不知道要穿什麼 所以我決定先穿這間做料理 然後完成料理的時候 再換上這間白照片 我的糾結竟然跟做菜沒什麼關係 OK 廢話這麼多 我就來先簡單介紹一下 今天要做西班牙燉飯的食材 這些全部都是我去全聯超市買到的 蒜仁 為了節省時間 直接買剝好的蒜頭 洋蔥 日本生干貝 想說海鮮丼飯裡面一定要有好吃的干貝 花枝切塊 也很爛 直接買好切塊的 然後這個我想要取代 燉飯上面的淡菜是 扇貝 想說淡菜好像不是很容易買 反正全聯有什麼 我就先買什麼 然後這個是 冷凍的白香 剛剛在冰箱挖出了一塊 冷凍鮭魚 想說等一下可以放在上面順便烘烤它 我自己很笨 就是明明買好了這個切塊花枝 但竟然又多買了花枝 我到剛才發現我買了兩花枝 裝飾用的甜椒 跟最後要擠的萊姆 還有它的醬料 這個是我自己本人 不管是煎牛排煎雞肉都非常喜歡用的 紅椒粉 義大利的煙燻紅椒粉 我覺得可以取代那個胡椒鹽 或者是鹽巴 就是有時候簡單的那個肉類料理就撒這個很好吃 還有濃稠的番茄醬 鹽巴 胡椒 就這樣子 準備開始吧 剛剛我已經把白飯先煮好了 就會像這樣子 先把它鋪到七大鍋的鍋子裡 一般燉飯會用那種 但是一般人家比較少會有 所以我想說還是就先用白米 可以先把它煮熟 這個米我們先來調味一下 嗯... 陷入第一個小糾結 調味的時候就先使用我剛剛很推薦大家買的 紅椒粉 我這個人做的飯就是比較平感覺 這個其實主要是它的香氣 然後不會過鹹 所以我覺得可以多一點的 好 大概兩茶匙 接著呢 來一點黑胡椒 等一下我會把這個白飯稍微的攪拌均勻 但是先把調味料灑在上面 這樣子 再把番茄醬稍微的淋進去 接著呢我要把蒜頭還有洋蔥 切成細末之後一起拌進去 攪來 每次要切蒜頭 要剝蒜頭的時候 都是我覺得比較浪費生命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蠻療癒的 但大部分是覺得浪費生命 好 不要浪費 好像不用切到那麼多 算了啦沒關係就這樣 蒜頭 OK 接下來就是 洋蔥 剛剛蒜頭太多了 所以洋蔥 不要剩很多 四分之一 你願意一層 一層一層 一層的剝開我的心 你覺得我的聲音聽起來像洋蔥 我沒有說是正中級的洋蔥 好 差不多 不用太碎 洋蔥也放到鍋子裡囉 接下來就是要把它悶稍微的攪拌均勻 飯放太久 有一點小結塊 不然剛起鍋的時候 是有點粒粒分明的 現在攪拌其實已經有一點點香味 主要呢就是靠這個神奇的紅椒粉 就先把這些飯鋪好在這個 氣炸坡的不鏽鋼鍋裡 登登登 接下來呢就要開始做海鮮的配料囉 因為是懶人 就選了一些現成的海鮮 這一次準備的這個燉飯是 1.5人份大食量女孩推薦的分量 所以呢海鮮的食材有 兩顆干貝 然後一小坨的花枝 兩隻白蝦跟一個扇貝 這一次這個氣炸鍋 有一個蠻厲害的功能 它就是對於這種極凍海鮮 不需要再解凍 然後我等一下就直接把它放在這個燉飯上面 送到我的氣炸鍋裡面 就可以快速的食用它 接下來呢就會切這個紅黃椒 放在上面裝飾 接下來呢燉飯上面呢鋪滿海鮮 我要來佈置它 先鋪一點在底層 海鮮會放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所以呢先把紅黃椒放在邊邊 主角是蝦子 先把體積最大的蝦子放到飯上 這樣子有喜香縫的感覺 我覺得怎麼樣 然後干貝 花枝 這個是扇貝 我要把紅黃椒繼續的鋪滿 最後上面還是要再灑上一點 我再灑上一些大力的香料 然後 黑胡椒 我現在完成我的西馬燉飯 然後擺盤都弄好 我現在就要把它送到我的氣炸鍋裡面了 首先我要先使用它裡面有個烘的功能 烘個幾分鐘好了 五分鐘以內 然後再來 來欺詐它 OK 再等待這個烘的時間 我們不要浪費 所以我決定去換 剛剛說的那件黃色的洋裝 等我一下喔 小仙女華服登場 我自己是覺得今天做西餐 好像蠻適合穿這種 陽氣的洋裝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被勸阻 剛剛身邊的朋友一直說 剛剛那樣看起來比較正常 所以我現在不正常嗎 OK 現在整個心情很雀躍 那個語調都上揚 就是換上漂亮的衣服 整個自己心情很好 稍微烘過了 所以呢 摸起來這邊 現在已經有點余溫 感覺是稍微解凍了 這個鍋子現在摸起來是 大概三四十度的溫度 然後我今天因為是做的是海鮮燉的飯 所以呢 溫度不用到太高 正常的肉類可能都是一百八十度上下 所以我今天可以稍微降低一點溫度 大概一百七十度 我先用氣炸鍋 設定八分鐘的時間看看狀況 再決定要不要再多加兩分鐘 這時候的衣服就很小 絕腿 一百七十度剛好是我要的溫度 先來個八分鐘嗎 好 等待我的海鮮燉飯的時候 只好在這邊 喝一點 白開水 請各位朋友和我一起倒數中 三十二九 二八 十三 十二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是 一 一 二 一 五 二 四 五 六 五 一 五 五 六 六 試吃囉 耶 你們覺得它看起來比較美味 還是我呢 嗯 嗯 這個鏡頭怎麼不與我互動呢 為了要搭配這顆 最後點綴的檸檬 換上了這個滑服 是不是蠻配的 西班牙海鮮燉飯 就是要淋一些酸酸的檸檬汁 我先避開這個大匣子好了 我剛剛好不容易把它盛盤好 我來吃吃看味道怎麼樣 嗯 我再搭配一下干貝好不好 嗯 是好吃的 因為我覺得我的味道調的很好 我覺得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我今天是用白米 如果我是用義大利米 那種硬米 感覺會比較像正統的西班牙海鮮燉飯 海鮮都熟了 而且海鮮還蠻入味的 試一下這個扇貝 超好吃 黑頭髮 嗯 我覺得很好吃欸 等一下喔 我每一個都要吃到 蝦子 不過蝦子的時候 跟各位粉絲聊聊天好了 我本人最喜歡吃的食物 其實是台灣的小吃 超愛吃臭豆腐鴨蟹 每個禮拜都會吃 我也很喜歡吃蚵仔煎 麻油雞 我喜歡喝家裡自己煮的雞湯 他很喜歡吃泰式 韓式 義大利麵 還有類似今天這種 西班牙小酒館會出的一些小菜 這樣講完好像我什麼都很愛吃的感覺 好 黑口飯 下次我快要來家裡包做這個給他吃 其實沒有想要那麼複雜 我就把料備好 切好 然後送進去大鍋就完成了 OK 今天謝謝你們陪我一起完成了這道料理 看我怎麼做 西班牙海鮮肉飯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喜歡小飲食 繼續上菜給你們的話 記得要留言 喜歡黃洋裝 給我 那就下次見囉 記得訂閱留言 按讚我的頻道 掰掰 厚 siete 這就是我吃的畫面 一塊 一塊 9 六 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